三个快锅火力全开 炸排骨 炒青菜 乳豆干 外面两个还忙着切菜备料 还没11点顾客就上门了 有人一口气就包了 10个带走午餐时间忙到翻 位在彰化大村山脚路的便当店 被网友拍照分享 大排骨切成了6块 蒜泥白肉 菜包 豆腐 底下还有两样青菜 肉燥零饭一大碗 双煮菜只卖70元 而店内的招牌就看到 四种便当50元同板价 经济快餐35 肉燥饭25块 内容还有饮料跟汤喝到饱 网友大赞 老板娘超佛 还说这是全台湾最便宜的便当 所以你毕业了 今天要专程回来吃就对了 我经过怎么来吃 有啦 你跳的 我经过来吃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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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狂涨看到这文网友都暴动了 纷纷留言说超便宜 这是二十年前的价格吧 太巧了这真的有赚钱吗 值一餐都可以抵这的两餐了 吃过的也出声说 我大学到现在价格完全没变 大业毕业的我很怀念 想当初帮我度过好一阵子艰苦的日子 一堆在地人则担心被爆出来之后 以后要排队等更久了 开业二十六年坚持不涨价 因为邻近学区薄利多销 赚的不多就图个温饱 有民众还透露低调的老板娘 私下也常做爱心 只要客人吃得饱 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有能力就会继续做下去 偏向佛新同版家便当 也造福了学生族群跟小家庭 东森新闻陈永逸 唐宜诺张成月在彰化的采访报道